另外是最近辅助系统摩坦问世 大大将那么提升了安全降落的几率 和一般飞机的慢速降落不同 航空母舰的这个高速坠落式的着陆 经常被美国海军视为是一大头痛的难事 不过现在摩坦能够结合周遭环境的变化因素 给予飞行员最为精准的降落导印 许多海军战机飞行员表示 在完成令人疲惫的任务后 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情况 就是还要打起精神 在仅有十公尺宽的跑道上 安全降落在母舰上 因此如何避免意外发生 尝试美国海军急迫想解决的难题 靠着革命性的辅助降落系统摩坦 不只能判断出飞机的高度速度风速 以及进场的角度等 搭配电脑模拟还能迅速计算出 最适合的降落程序 大幅减轻飞行员的负担 也能避免人为误判 降低意外的发生风险 东森新闻 李宗瑶 杨纸玉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